在質疑說你是不是神經病 甚至公開質疑說 你有沒有能力保護你的兒子 我連社工 社會局 兒童局 都會出來配合政府追殺 然後全面滿門操長 這樣的一家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也在這裡建議 趙義安和陳信瑜 必須要遠渡重陽 離開這個可怕的國家 這樣講真的公平嗎 這等一下我們好好討論 我馬上回應他 我覺得檢醫院 聽說以前是劉以洪的部下 在中國時報系統 他說是很好的 很乖的女孩子 他現在 我覺得他有病 他就是為了自己政治目的 因為他是深綠的群眾選他的 他今天健烈欣喜 把這些社會局 兒童局 都抓進來說 他們要追殺趙義安 怎麼是呢 我覺得這些局都是笨蛋 就是不管你的事 你講了一大堆 頂多是笨蛋而已 但是他講他們是在追殺趙義安 我覺得這些政府單位 沒有這個意圖 那我講今天陳信瑜 我提供四個非常簡單的原則 處理自己 第一個 不要學你爸爸 把整個弊案當作政治案件 這一點你不要學你爸爸 那第二點呢 我覺得你不要捨望完全脫身 就是說你要心裡要有準備 也許關個幾個月 也許關個一年 也許怎麼樣一個處分 如果你真正完全脫身的話 你應該認為這是運氣 但是你不能有這種捨望 第三點呢 有關你父母親的案情 即便你知道 我覺得你在庭上 應該拒絕作證 應該拒絕作證 第四點呢 幾乎你本身的部分 你應該知無不盡 坦白從寬 博得國人的諒解跟同情 我覺得如果照這四個原則去做 我覺得你很快就會 心裡頭就會找到平安 好 希望沈醫師這四鐵要 對陳姓也是有幫助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奇怪 現在有些民進黨的議員跟立委 你看不只是檢驗啊 現在民進黨立委都出來 就他們在繳獲是不是啊 講什麼包括阿扁的女兒 都不能夠在台北待下去 我跟你講 從那個所謂的不愛國小事件 到現在 有哪一個學校的老師 被證實說 他是不願意趙燕進去讀 沒有 也是一個聽call in 傳出來的一個消息 然後所有的這個 不管是北啊高啊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立委 扁的扁系的人馬 全部跳進來了 今天檢驗院已經開 第二次記者會了 再多的話 再搶這個曝光的話 他就要簽到了 每天要一個簽名簿放到那裡了 昨天他講的是不愛國小 還扯到說 因為是他們的學 那個那個台北市範圍裡面 他台北市議員 可是今天你看你們的VCR裡面 如果是只是關於台北市社會 社那個叫做社 社會局 那或許可以可以 可以簽得到一些邊 可是他滿口的是政治語言 什麼滿門操展啊 這個跟你關心那個什麼的 這個小安的福利有什麼關係 都是一些政治語言 所以政治人物不能夠這樣 再繼續消費貶加了 我看到最近有一些 被貼標籤說是親綠媒體的 那些人也拿陳幸宇的這個事情在談啊 切一個角度就進去 他們是真的關心陳幸宇嗎 我在再講一個 剛剛探討陳幸宇 我們的流友都是他負面印象 陳幸宇過去有沒有主動需要媒體的 他主動去找媒體的 有他找過鄭鴻怡 他找過三立電視台 他希望來上媒體 這次他需要媒體的時候 他去找媒體 不需要媒體就是去追打媒體 然後後來他有沒有投書自由時報 他也有投書自由時報 媒體不過就是給你一個發言的空間 那我們叫做平衡報導 所以今天不能說什麼事情都怪媒體 尤其他每一次發飆的時候 適當時經進去 思路非常清晰 陳幸宇標籍人籃沒有吃過螺絲的 打點打得很清楚 你們哪個沒有拿我爸爸的錢 陳菊你辦那個愛河手牽手的活動 你哪個不是拿我爸的錢 什麼謝長婷筆小中風什麼 他打點都打到適當時機 所以我是覺得陳幸宇 不如我們像外面想像的那樣 沈醫師剛本來還在推薦說 葉宜金是很好的陳幸宇發言人 現在葉宜金出來怎麼講 他說陳幸宇在台北出生的 台北住不下去 所以郝龍斌是要出來說明要道歉 這講法合適嗎 第一個像簡明言這樣的說法 政府任何一個單位都不能幫忙 是政治追殺 是滿門操展 這個很明顯 應該是綠營的這些民旦 要利用這個議題 他也要炒作做他的政 因為這跟台北市長 郝龍斌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郝市長也很無辜 也被大部分給掃到 這我覺得跟郝市長有什麼關係 而且實際上來說的話 他們我們剛談了很多 這家庭還沒有什麼大 還不是這高風險的家庭 根本都還不到這個標準 購不上這個問題 只是現在社會大眾 成為一個交注的觀點而已 我倒是覺得 剛剛看到我們簡議員說得太激動了 說台灣是個可怕的